这水啊,你看,挺硬啊,这泉水喷的,劲儿挺足 我一看到这滑滑的水声啊,就显得了这个沈阳最近发水了啊,这荒库区 发的特别严重啊,那个据说都可以划船了 其实这个发不发水啊,主要是一个治理的问题 你像那个青岛,德国绣的那个排纸移动,它基本上从来不发水 就是说你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问题,设计如果没有问题,就是施工的问题 施工没有问题,就是材料的问题,在中国都有问题 从设计上,设计上还好一些 但是呢,也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,是不是比较low的设计人员在设计的 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材质就不用说了,它不给政府回扣,它怎么能赚到钱呢 材质基本上很差的 然后呢,施工,施工这一块呢,还好一些我觉得 但是你想啊,你拿一个烂图纸再加上一个破材料 你施工也只是按到要求往上按而已嘛 你这个东西,你不想它能按到,再好能按到哪去 所以说这个该漏还给漏 所以大水一来啊,你正常小雨没事 雨一大了,它的排红能力就弱了 基本上就给,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洪水排干净 就在设计的时候就有问题,它这个排雨的这个量没达标 其次就是材质不行啊,管道什么都不行 哎呀,它这个保加利亚的后面是个山,大家看到了吗 这一圈都是山,很有意思 我上那边山上看看去,这山要是雪山就美了 雪山就美了啊 帮我去,那两个门姐在美丽是带呈的 pensar就是小雨